請兩千還有阿卡 我們開啟學弟請準備的贊助連結 沒錯 請各位有餘力的學弟妹們 可以在能力範圍內給我們一些支持 其實節目製作到現在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各位學弟妹們 你們的贊助將會是我們往前進的動力 OK 那如果說有辦法的話呢 就當作請兩千還有阿卡喝一杯美式 你說好不好阿 我喜歡喝拿鐵 好啦 當然如果說有在聽的學弟妹們 想要業配的話呢 也歡迎與我們聯繫喔 今天的學弟請準備就正式開始阿 歡迎收聽今天的學弟請準備 我是各位的買車大學長兩千 哈囉 我是阿卡 哈囉 我是阿紅 阿卡 我剛聽到你在上班的時候 你說你在幹嘛 你在網路上登記什麼東西啊 前天不是靠我在忙那個 你知道每次靠我把那個車上 記憶卡讀卡下來 又有受害者 轉接卡我就知道要做什麼 又有受害者了 其實我就是蠻長 不是也沒有蠻長 我蠻長遇到一些蠻白目的駕駛 應該說你蠻長檢討一下你的行車記錄器 看一下有沒有壞掉 看一下影片答案有沒有回事 看一下大家的用車習慣 沒有啦 其實我常在路上 有時候大家都開車在路上 難免一定會遇到一些 有不遵守規則的 比較鏘的 其實有時候 他沒有真的造成你的危險 或是說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算啦 比如說他在旁邊不關的事 那就當然算 我不是檢舉達人 沒吃飽太閒 但有些時候 像我前天就檢舉一個 這次交通局的效率很高 我前天檢舉然後隔兩天 今天他就寄信來 是很嚴重的嗎 你幹嘛檢舉人家 其實可大可小 如果我不檢舉他 不給他一點教訓 他學不乖 他還是這樣做 那口氣憋不下去 不是他壞習慣 我們要糾正他 其實那個事情 如果我說我不讓他的話 我們兩個人應該都會車禍 但他應該會比較嚴重 他切車道 其實事情是這樣 他在左轉專用道 我們在等紅綠燈 他在最裡面的左轉專用道 他的前面直走 他一直直走都不必換車道 他前面是一個安全道 就是他如果 他那個是左轉專用道 我懂意思 他那邊是 他那個是內縮的 縮進去的 那個是多餘的 所以他直走的時候 如果他不左轉 他要直走 他是一定要切到我這邊來 那他就是 大家在走的時候起步 他還吹很快 如果一般這種 你如果真的走錯道 有些人說 我讓一下 等旁邊沒車我再切進來 對啊 那他是硬擠進來 那變成說 我就一定要讓他 不然他一定會撞到 你們兩個都是第一台 對啊 我們就第一台 我右邊還有一台車 他起步很快 然後你也很快 結果他硬切進來 他以為他第一步比你快 他以為加速比我快 沒想到 他是Focus3.5代 難怪啦 Focus的車友有時候就這樣 比較熱血 不是運動版 我看沒天窗 好專業 好專業 看起來跑多少公里 感覺有改了一些 蠻虛的感覺 外觀看起來很虛 可能有超過 可能有超過 所以那時候 變成我不讓也不是 我不讓我們兩個 擠在那邊 他會撞安全導 或者他硬切過來 就撞到我 對啦 有時候我們也不想讓事情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乾脆就讓一下 可是心裡又覺得說 你明明在左轉道的 你為什麼要切我車道 對啊 沒有錯 所以如果說 有時候我們遇到這種狀況 他真的沒有影響到我 我就不會去檢舉他 可是剛剛這個就想到一個問題 那會不會是因為他是Focus 所以你就檢舉他 如果他是大七 我也是照檢舉 發現不知道我是誰 可是那天我們在加油站 我們兩個去加油 然後後來加油的時候 我們就從加油站出來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大七 然後那個大七就停在那個 加油站出口 就是那個出口被他擋住 完全擋住 停在正中間 但是旁邊就剩一個小道 然後他就停在正中間 然後他那個大哥在講電話還是幹嘛 他就停在那裡 他就不動 他也不打燈 他都沒有做任何的反應 就停在那個中間 然後我就跟他 我本來是跟他屁股要出去 後來我就想他怎麼都不動 奇怪 然後我就打左轉 我就要繞過他 然後阿開在旁邊一直嗆我說 你怎麼不拔他 沒有 他最後沒有繞過他 他最後還是等他稍微動 往旁邊動一下 他才繞過去 等大哥主動注意到你們 那個時間 大概應該停留有一兩分鐘 我想說幹嘛停那麼久 二三十秒 那個時間很久 就像你就一台車停在那邊 等紅燈 然後起步等這麼久 五秒都受不了 我直接扒爛 卑微的時候總是特別 沒有我就遇到 然後我就說我就繞開 然後阿開在旁邊說 你怎麼不拔他 你怎麼不拔他 是不是因為大七你不敢拔 這當然有考量一點 他車很大台你知道嗎 我想說我一個BNW 我也是BNW 但我怕我拔他有沒有 我也不知道下來是 如果今天是馬自達5你就拔了 不用馬自達5 除了雙B以外 我現在排名第一個害怕是 如果是AFA LM 我是不可能拔的 OK 我可能會等他們 可能也許他們在上廁所 我就等 稍等一下 就他停在路中間 那沒關係我爛鍋 看到大七 AFA這種耐心會比較滿一點 我覺得我就是慣性的 我沒有拔他 可是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說 為什麼我不拔他 所以阿卡旁邊一直嗆我說 你有沒有拔他 你為什麼不拔他 你為什麼不敢拔他 是不是不敢拔 因為他就直接停在路中間 可是阿卡如果是你敢拔嗎 我可能會繞開 但我不會像他停那麼久 他有點不知所措 他有點傻在原地 他慌了 不是我要拔也不是 你知道拔他去 那個我這樣拍一盒的時候很大力 在那個過程很大力 但是摸到喇叭的時候很輕 這樣 收手了 對收手 這很正常 所以我在路上廠旁都遇到 這有時候是一種開車習慣 開車習慣 就是我們習慣這樣開車 跟習慣看到大氣不會拔 是一樣的 是一種習慣 就像阿虹上次開我們那個420 從台北回來也是一樣 他說從頭到尾人家在讓他 沒錯 我怎麼切 我車道怎麼切怎麼讓 今天不是聊 汽車比試煉吧 對 不是啦 是因為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台南的成功大學 有一個女職員她開車 她在高速衝出校門的時候 她撞死 撞死就是下班接孩子的路 發生了車禍 發生了這麼一個新聞 然後後來新聞詳細比較寫 詳細在寫說 這個女職員 她是有癲癇的狀態 疑似癲癲癲癲癲癲癲 她有沒有在駕車的時候 癲癲發作還在調查中 沒有最後她有說 她有致訴 比錄的時候她有說 她是癲癲發作 她就是後面說她真的發作 沒錯 所以我就一直好奇這個一個點是說 癲癲可以開車 所以我才想找兩位來做做看 這樣的主題 你們覺得癲癲可以在台灣開車嗎 我們先下結論 癲癲你有遇過身邊有人癲癲發作過的嗎 我有遇過一次 我只有看電影說要給他咬湯匙 這種 我有遇過一次 親身遇過 親就是 我有遇過一個朋友 突然就倒下 倒下 對就是發作 然後但是她並不是 有癲癲病死 她好像是那一天 好像太晚睡了 就是那一陣子作息不正常 然後不知道怎麼了 她就突然發作 那個當下其實蠻混亂的 一定是蠻混亂的 然後後來 為什麼我會有點想笑 是因為 就是我們一個朋友 你很地獄 不是 我朋友就沒有東西塞 怕他咬到 就像講湯匙這件事情 後來就不知道塞什麼東西給他 然後就當下大家就胡亂抓 因為有些人是要拿手 手給他抓 給他咬 就很怕他咬 然後就有人說塞毛巾 當然有沒有 有人就塞了一個湯匙進去 但他塞一個池的湯匙 他就爆掉 你知道嗎 很危險 所以其實是 割傷喉嚨吧 但是當然我笑是因為說 我覺得很扯的是說 我們馬上給他咬 本來不希望他受傷 就造成他的傷害更大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並不是在嘲笑這件事情 而是說其實當下 我在旁邊親身經歷的時候 是很慌亂的 然後那個狀態是 其實大家都還在聊天 一轉過去他那個人倒下了 然後大家都還在想說 他怎麼的時候 他就已經這樣子 就是全身是僵硬的這種狀態 然後那就是我遇到第一次 我也遇過就這麼一次 所以當下其實所有人都在 就在搞 就是在救他 想辦法急救 因為怕他咬到自己的舌頭 大家都是擔心這個事情 對 所以其實那個狀態是很突發 又很臨時 然後他 我印象中 好像沒有多久他就醒了 然後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就是嘴巴有流血 那當然有一部分是湯匙害的 一部分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咬到的 然後他就倒下 他就撞到東西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 是很慌亂的那種狀況 而且他是很突發的 所以其實這是我大概遇過 唯一一次就這樣子 所以他當下其實應該也沒有意識吧 他沒有意識 他不知道自己幹嘛 那就一段時間他就好了 而且那也是他的第一次 他也沒有知道自己有這個狀況 所以他不應該算 他應該不算是病死 但是後來就去醫院 馬上就送醫院去檢查 後來好像是說他那段時間 作息不正常 然後還是什麼電解值什麼問題 導致他的這個 可能發生一個這個狀況 我們不然我不是專業 然後我這邊我就不贅述 但是實際的情形是怎麼樣 那只是說 聊到這種所謂能不能開車 其實應該是說 其實我們常常聽到有一種說法 叫做疲勞駕駛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很疲勞 那你就不要開車 就有些開到睡著的那種 那其實這個大概就跟 疲勞的狀況是一樣 像有些人說 我有聽過一些車禍的原因說 他說他有吃藥 對 對不對 他可能有些藥物 長期控制的藥物 或是說他可能最近感冒 然後他可能吃了個什麼藥物 然後導致他非常的嗜睡 所以導致他怎麼怎麼了 那其實我都會覺得說 生病的人是不是 這天開車這個狀況是很像的 這其實蠻危險的 像我一個朋友 他是有低血糖的狀態 對 所以他身上都要帶一些葡萄糖 什麼什麼之類 要打針對不對 有一次出門真的忘記帶了 然後開車天氣很熱 冷氣開到最強沒有用 因為太陽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 然後血糖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他在高速公路上面 血糖低到他頭昏眼花 他沒辦法繼續往下開 可是他正在高速公路上面 哇那怎麼辦 他該怎麼辦 然後他一直想要找閉車丸 找不到 那他因為女孩子 他也不敢開到閉車丸 對 他那時候在車上打電話報警 然後咧 要怎麼辦 他就報警 他怎麼還有辦法打報警 他就是用那個 那個 CarPlay 就是講電話說幫我報警 緊急電話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就說 然後那個接線員就一直指揮 就是一直跟他講話 不斷的跟他講話 那一直讓他提神 因為他說他已經快不行了 他說他快要控制不住方向盤了 對 然後接線員一直不斷跟他講話 他聲音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大聲 因為我們那時候看見是清車記錄器 對 接線員聲音大到清車記錄器 就聽了一清二楚 說你在幹嘛 對不對 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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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越來越大聲 聲音好高亢 然後 然後 當他提神有提起來之後 就一直告訴他 慢慢的減速 打雙望燈 靠近B車外 應該怎麼做 對應該怎麼做 然後讓他停在那邊休息 然後是國道警察 就開在他旁邊協助他 對 這其實是一個蠻危險的狀態 因為他自己知道自己有低血糖的狀態 是 但是他沒有帶到他 應該要帶那些設備 那這樣子才可以上路嗎 那如果他 他真的這樣子的時候 他就算真的發生這個狀況 他可以在車上的時候這樣打 應該是可以吧 我不曉得 我覺得他應該要先學習 靠到路邊 才出來開車 這倒是真的 這個應該蠻多人不敢的 就是他很 因為他可能意思不是很清楚 他也不太清楚 他自己的狀態是什麼狀態的 應該是說 其實我們大概有查了一下資料 有發現說2020年以前 好像癲癇是沒有辦法考照的 沒錯 2020年前在交通部 是沒有辦法大家考照的 2006年以前 因為遭到我們認證歧視身心障礙 所以在2020年的時候 又修法開放 可以開放癲癇駕駛 經過醫師檢驗之後 可以重新考照上路 就有一些限制的規則 對啊 因為其實我在 我上網大概查了一下這個新聞 其實當初應該 那段時間好像新聞也報蠻多次的 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我看這個換日線這個網站 他有講了一個 就是有一個人投了一篇社論這種文章 他說在月初的時候 其實在高雄也發生了一起 這個駕駛人癲癇發作 連續衝撞前車 造成了一死十二傷的交通事故 當然這個那時候 其實在當時 剛剛提到是2020年之後 才開放考照 那其實當時這個2017年的狀況下 他是沒有照 無照駕駛的 等於說他是不能考照 所以他 可是他還是因為有用車需求 他就實際在考 實際在使用車子 這樣算不算蓄衣撞人 我覺得算 這應該講說 應該說這比較嚴重一點 但我覺得這就是 比較危險的狀況 那他這邊 這篇社論當然他討論的意思說 就是說他當然 他對照視者來說是一個就是不忍 但是對於廣大的病友來說 大概就有種獵物的情形 所以在2017年 當時發生這件事情上面來看 非常多的網友也在 就是不太能夠諒解 甚至說 去做這個 所謂網路上獵巫 然後甚至說 有不少的病友也覺得說 造勢者是名之固犯 但為什麼要拖了整群 這個一樣的是病友的人 一起無名化了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應該說 雖然他不能考照 那也是無照駕駛這件事情 但是對於癲癇來說 大家好像就覺得說 是不是有一種 覺得好像 也不要把他們灌上這種罪名的那種感覺 就不要給他們口罩 所以其實代表說 17年的時候已經有發生過類似的情形 那只是現在在2024年的今天 又發生了一個 差不多的一個情形 那大家可能就去檢討說 那到底這個開放 考照這件事情 來看 這發生蠻多次的 因為我看到2020年 二月也是一個 新竹李姓男子 他也是那個 施神性癲癇發作 然後就醫之後 醫生告誡 就是不能再駕駛 但是他2022年的時候 都已經按時回診吃藥 但是2022年的時候 就發生車禍 隔了兩年 然後他也是開車 撞了三台車 就有一個 彭信女騎士就死亡 過兩年 他有在控制吃藥 他覺得自己沒事了 因為醫生有幫他控制吃藥 他覺得自己控制住 醫生有告誡他 不可以再開車 所以其實他這個本身來說 如果是癲癇 他假如現在目前台灣的法律 是可以考照的 那他考照的規定跟資格呢 就是醫師要先 醫師要判評判 他是可以考照的 要醫師有提供證明 我看了一下資料是說 第一個是當然提檢要合格 第二個就是說 他經過醫師診斷 他是證明打兩年以上 可以控制不發作的人 然後就是說 還要開了一個證明 證明兩年以上沒有發作的證明書 是這樣子 醫師要幫你背書 醫師要證明說 你可以 你不會癲癇發作 但是這個很難說 因為就我們所知 癲癇應該 什麼時候發作 什麼時候產生 有很多外部因素刺激 這個我就不了解 畢竟我們不是醫學專家 其實在討論說 今天在開在這個路上的時候 你們自己遇到 有沒有遇過說 就是說精神比較不濟 或者說真的很累的時候 開車你們會怎麼做 我先題外話一下 我覺得 癲癇開車就很像酒駕 你有酒駕過嗎 我老實講我酒駕過 而且不少次 太誇張了吧 對 我怎麼敢講 反正怕我剪掉 怕我被打死 不會啦 可能就是小酌一點 然後覺得自己沒事 但是開車 但是真的會因為酒精而影響到 應該是20年前吧 過法律追溯期了吧 過了 我跟你說 我沒有酒駕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酒局這麼多 唯一有酒駕過的經驗 就是在停車場 在停車場酒駕 就是我已經到了我家的停車位 然後我把它開到位置裡面 代價把你載過去 對 然後你再把自己停草 因為我覺得我的身分太敏感了 我如果真的酒駕 好事絕對不會 但是如果壞事絕對鋪天蓋地 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完全不敢 我只要喝一點 我就是代價了 就是代價 我們絕對是沒有僥倖心態 因為我跟2000我們都知道 只要我們有一點喝酒 我們絕對代價 反正你就付個1000塊2000塊 我每次這種想法 就是我就會去換算 就是如果今天被罰一次 先不講扣照的問題 你只要十幾萬 坦白講你做代價做到屁股爛掉 對有道理 那我們每次都是有一種心態 就覺得說省那一兩千塊 好像代價一次就划算了 那你們真的不會有那種僥倖心態嗎 就一點點酒都不行 一點點酒讓他覺得自己完全清醒 我有可能就是說 譬如說我有喝一小杯 但我可能已經休息三到五個小時了 對 那這個狀態下我當然就 我覺得 你覺得就沒事 因為畢竟我的酒量還可以 然後其實我真的只有喝一點點 那我這種就是休息時間夠長 那我當然就OK 除此之外 我基本上我是沒有 你認為只要有喝 比如說一瓶 你就絕對不會開車 不會 我是小心到我之前 晚上喝酒 就唱歌喝酒 然後隔天如果要上班 我就沒有開車 我上次就直接搭借車來 對但這個是我上次 我們是有聊到一個 這個事是不是有聊到這個事情 好像沒有 沒有嗎 就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天車子被扣照 然後要賣車 然後就問說 你為什麼被扣 他就說 他就很懊惱 因為他每天都要開車上 他是業務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他的車子被停牌兩年 所以要被賣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被酒駕被逮 我說天啊 你怎麼會酒駕 我就覺得順便勸借他一下 我說你這樣子不OK 他說他其實不是當天喝的酒 他說他在家裡 固定晚上睡覺前會喝一些酒 但是他可能他都喝烈的 住眠這樣子 對然後他喝的可能量 那一天喝的量比較多 然後他隔天比較早起 所以他就跟著這個送小孩 因為大家都是地方爸爸了 送小孩什麼 他就去上班 然後在路上 不小心被一台車擦撞 然後他都不認為 都沒有認為 想說他有保險 他就報警 他也很自信的報了警 對所以他都不認為自己有酒駕 他就是昨天晚上喝的 然後可能喝到11點這樣子 然後就睡覺了 在家裡都沒有出門 所以他警察來的時候 就按慣例是不是要先吹 他一吹沒過 然後他就完全傻眼 完全傻眼 你知道如果酒駕 就是你雖然法規好像 我記得是0.15 就是標準 雖然你可能如果你喝 沒有超過0.15 可能0.1好了 你被警察攔下還是沒事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有發生車禍 哪怕是你有0.01 都是有事情的 就酒駕算酒駕造勢 天啊 所以你有1.9斤都不可以 那像我這個後來我這個事情 我這個朋友這個經驗以後 我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所以只要我後來前一天有喝酒 就會叫我送上學這件事情 我就會避開 就是因為我後來發現 原來真的不會過 真的不會過 而且你其實我覺得人有時候 你僥倖的時候事情就會早上 每次都是這樣 很害怕 這個是真的 對不得不說 確實 沒錯 好但阿虹還是不要再犯了 我也不會了 這20年來都沒有了 已經 對 阿虹自從結婚之後 就沒有滴酒不沾了 目前是滴酒不沾狀態 就喝麻油雞了 好啦 所以其實應該說 如果是這樣的概念來看 你真的不覺得嗎 這個喝酒上路就是你看 我覺得我自己僥倖 我覺得沒事 但我跟我知道我自己有病 我癲癇上路 不是這樣的概念嗎 不是 可是我覺得這有點不太一樣 是說也許他這段時間 他已經很穩定了 對啊 那我們其實將心比心 我換個角度想 當然我覺得做事情是這樣 我們當然如果按照這個 已經造勢的層面來看 我們當然會譴責就是說 發生這件事情 怎麼會讓人家 就是有一些人死亡受傷 都是很不應該的 然後也是很令人難過的事情 但我覺得自己去憑心而論 你今天換個角度想 如果真的我曾經有被癲癇的病史 甚至是說我有 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病因 然後我可能這兩三年我都已經 沒事 但是你看癲癇的狀況 我覺得在法律修法之前 他是連摩托車也不能騎 然後駕照 他等於完全沒有交通能力 那就是我坦白講 當然我打鼻子 如果我住在台北 是 沒差 因為交通工具方便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像我們這種 換位思考 換位思考 如果說你今天自己 譬如說兩天你今天 如果你曾經打鼻子 你曾經如果真的有 那比我十八九歲 有癲癇病死 然後現在不能開車騎車 而且我是這輩子都不行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的交通的這個問題 我要怎麼去解決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覺得今天他們可能 去願意修法改善這件事情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他們也沒有辦法 去解決這個交通的問題 除非今天政府 如果補助你上下班交通費 當然這就變成說 對嘛 為什麼要補助 這件事情大家又會考量到 又變得複雜 酒駕算是故意 但是就是身上 身體有 過去有病死 這算沒辦法控制 不得已這樣子 你酒駕是這樣 就說你看 打個比爐 就是說 我們今天有喝酒的酒局 所以我就知道我晚上 今天會喝酒 那我今天酒後 我出發的時候我就開車去 我動機就已經不單純了 等到上車我還拿鑰匙插進去 那就是你自己不應該 那所以我覺得跟酒駕可能 那個泛逸還是不同 那我出發的時候 我如果是患者 我不會認定 我今天會發作吧 合理吧 如果我認為 也沒有想發生車禍吧 是沒有錯 對 而且我剛剛稍微 在你講話過程中 我就馬上查了一下 就是 那個癲癇的 病患大約有多少人 大約有盛行率 大約是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十 那很高 所以台灣大概有二三十萬人 是有癲癇症 就是有病死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但是在各醫院診治的 癲癇病人總數 卻遠少於吃 就是他們知道自己有癲癇 曾經有發過癲癇 但是他們會去 醫院就診的人數很低 對 所以他們說其實按照比例來看 大概你看盛行的比率 就是說他的比例是蠻高的 那不定時炸彈很多 所以我開到我旁邊那個 可能上司想要靠近我撞我那個 他可能有癲癇 不一定 不可以講這麼歧視 我只是說 就是很多人其實都有 曾經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件事情 但確實是一件很困擾的事情 就是說這件事應該說 他會是一個隱憂 那但是到底要怎麼去解決 那這就不是我們可以煩惱的 那只能說 大家可能要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或者說有沒有可能誘發的原因 如果真的有發生過類似的情形 那當然這個部分就要特別留意 那大概比如可能摩托車也有 也會有一些摩托車歧視是有的 那但是可能也許他 他的病發也許造成自己跌倒 那其實這就可能 也許你就不會發現有這個狀況 對吧 那其實我坦白講 今天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看 其實我們其實有 我之前前一陣子有看過一些新聞 就是有一些人他是 那個心肌梗塞 他就是心臟痛或是哪裡痛 他覺得他胃痛有沒有 或是背痛 然後就上班上班他強忍 然後忍到後面他受不了了 受不了他去就醫 結果開到一半就掛掉 這種也是蠻常發生的 所以其實就是跟你生病開車 是一樣概念 實有所聞 對 我覺得未來會不會 其實像現在的車子 科技輔助的配備這麼多 會不會未來譬如說 因為有些事情就可以避免 緊急沙停 對 比如說防撞輔助 剛好前幾天有在聊這個事情的時候 是有聽說好像日本他們有一些車子 如果是老年人開車的話 他會有一個防暴衝的裝置 防暴衝 對 就是說他如果瞬間在油門 就重踏的話 他會 他會偵測到 其實現在好像車子都有那個 煞車優先的系統 那個是有 A什麼ABD 不知道叫什麼系統 就是他會 AD 不是不是AD 煞車跟油門同時採收 煞車優先 會截圖 對 我有看到那個 有亂講 但是你提到老年人駕車 我突然想到我們台灣好像是 全世界可以最高齡駕車的國家 對不對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老兒當異狀 當異狀 我們好像 平均壽命很高 這樣子 我們75歲都還可以考駕照 對 就是說75歲以上 不是考駕照 是75歲以上 還可以 才需要去受老 就是要換症 才要換照 才要換照 所以其實那天剛好前幾天 我們也在聊這個問題 就是說好像有些國家 是65歲以上 就要換照了 像日本 我查一下 日本是70歲 對 還有一個管理的年齡 就是還有管制 日本是很長壽的民族 對 他們年紀都壽命很長 新加坡65歲 香港是60歲 西方國家的話是70歲 就是英國是70歲 對 在香港的話 你們在20年就不能開車 靠北我爸就不能開了 不用講多遠 但我覺得會不會跟這個 他們的交通設施有關係 譬如說他們的大眾運輸 各方面比較完善一點 我覺得這跟實際大家 需要用車的觀念有影響 我很好奇美國是幾歲 因為美國超不方便的 對 對美國16歲就可以考駕照 對 對16歲 他們只要可以考駕照 那代表是不是說 他們可能也會不會比較 因為美國本身就很需要 汽車移動 對 那如果美國高 應該說其實他們是說 我知道你在講那個問題 就是說高齡化 其實不是說他不能有駕照 而是要去換照 換照他去做一些檢查 然後包括要有一些 失智症的測試 因為其實之前有一個 數據研究指出就是說 好像在 如果說你是65歲到70歲之間 他大概的這個失智率的比例 其實他在70到75也是差不多 但是如果說是在75歲以上 他的失智比例是更高的 就會突然暴增 對 所以其實台灣如果以定義 在75歲以上 其實算是蠻 其實我覺得以年齡定可能 可能沒有這麼 就是這麼中立 因為有些人75歲老當益壯 75歲體能不用買好 身體各方面都不用買好 有些60歲可能他就已經退化很嚴重之類的 對 所以還是要看他的身體標準 對 所以其實他應該是說要有些檢查 因為我大概知道說 日本聽說有大概500萬的人口 是500萬的老年人 就是老年擁有駕照大概是500萬人 所以其實還有一定的比例是蠻高的 然後加上他們日本其實有些地方 確實是不太方便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用車環境來說 因為像國外不像台灣這麼嚴苛吧 台灣路上 摩托車比較多 摩托車 然後還有我們的交通 就是規劃 對 一些耗製 設施 對 人行道 人家韓國拉堂說台灣沒有人行道 對 所以我們人走來路上很危險 然後其實有一部分歸因就是 用路環境其實 對 然後加上摩托車的數量比較多 所以這有可能就是說 如果一樣可能有發生一些事故 他可能造成的傷亡的比例 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我看有一個網友就說 今天如果是國外 他可能沒有摩托車 頂多如果你今天可能症狀發作 就撞到車子而已 可能人不會這麼嚴重 那如果你今天在台灣很多摩托車 一撞他都撞好幾台 那基本上 人受傷或是死亡機率就很高 你能想像在大漢橋上面發生這種事情嗎 山蟲橋上面 我覺得那個比較可怕 五陽也很恐怖 五陽超高的 那很恐怖 我應該說的是你說機車道那個問題 漢車道 那個很擠 那個那邊出一個問題 哇寶靈球這樣一路滾下去 那很嚴重很嚴重很嚴重 就是很擁擠 很危險耶其實 剛查一下台灣75歲以上人口 154萬人 有154萬個 老年人在開車 沒有沒有不一定有駕照 那我好奇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自己有沒有遇過 就是比較年紀大來賣車 或者是說小孩子不讓年紀大的爸爸 把車賣掉的狀況 其實蠻多的 我們之前遇到蠻多的 就是像我最近買那個artist也是 應該說之前買artist也是 就是客人他爸爸年紀比較大 雖然也沒有很大 我看好像大概六十幾歲而已 七十歲 但是他小朋友不放心 他就說以後他來載他 或是說他要去醫院 或是要幹嘛 他就是叫他坐計程車 就不要讓他開車 做出承諾嘛 一大堆人說 你就說一直說 叫老人家不要開車 你限制他 然後結果你也不在你爸 對啊 然後看醫生怎麼辦 對啊他怎麼出門 譬如說一直叫你爸媽多出門走走 你又不給他錢 你有空就多出去走走 他意思說老人家就不要開車 結果小孩子叫你爸在 這樣就不行了吧 沒錯 這樣就不ok啦 所以我們有遇過 很多就是長輩爸爸媽媽年紀大 不想讓他不放行 其實我有遇過就是蠻多的 像之前有時候我們都會買到這樣 像我前一陣子買那台比較老的 那個C2230 然後我買那台車的時候 其實那台車就是他爸爸的愛車 然後他就說爸爸年紀比較大 然後他可能就覺得說他現在開車 這個車他不放心 然後加上其實有些車都放蠻久的 他有一段時間沒有用 他就變成他更不應該 不敢讓他的爸爸 仔細開這個車 或者是說他可能覺得說 那如果你真的要開車 你開我的 可能就一台車就好了 這樣比較方便 然後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估價的時候 都會很謹慎的確認一下 爸爸的這個用車狀況 車級資料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其實我們在做這行 難免都會遇到 有一時候是不一定是 有時候是爸爸生病了 有時候爸爸已經 有時候爸爸已經 有時候已經 先成為 先去小天使 對 成為小天使了 這樣子 那以後會遇到這樣 那當然因為我坦白說 大家會擔心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很恐怖 或什麼之類的 但其實我坦白講 因為正常來說 如果已經 掰掰的 已經當小天使的 他們會辦理繼承 所以真的賣我們的時候 他是以個人的名義 譬如說 兒子的名義 兒子車主來賣 所以我也不會知道 所以其實正常來說 是不太會知道的 那只是說 通常都是可能在生病 或是已經握病在床 像有遇過 可能是吸血管疾病的 或者說可能最近 可能生理比較不好 所以可能就在醫院住院了 那可能之後要出來 但他們可能擔心 如果這個車還在 那爸爸生理狀況 不是那麼理想 那他會想開 他會想開 所以他們就把車子 就幫爸爸先處理掉 爸爸有同意嗎 他們就會跟爸爸說 那不然車子 現在停車也沒有用 那個可能車位 到時候我載你就好 那爸爸就會同意 因為他可能覺得說 可能這次生病比較不方便 那之後就把車子賣掉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 都會確認一下 就是說 那你那個車子 爸爸在家裡 爸爸知道 爸爸知道 對對對 我覺得是不用太擔心這個狀況 因為大部分人 其實如果你真的不能開車 或是真的當小天使 之前他應該很長段時間 應該都不能開車 大部分車應該都放在那邊很久了 對啦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你們有遇過那種 爸爸自己來賣的嗎 就是自己開不動了 有 真的有 就是說 我有遇過一些大哥 他可能都跟他太太一起來 然後他們就說 現在真的很少開了 然後就想說 那就把他賣了好了 因為他們講說 其實現在去哪兒 兒子都會載 那這個車他停的也沒有 但是通常這種車 我們不一定都收得到 因為有一部分原因 就像阿嘎剛剛講的 他們很久沒開車 甚至這個車可能很老了 所以其實我們 沒有 馬上會去買的 這個動力在 就是 他這個車 我們可能不一定會買 因為他可能車太舊 我們可能幫他報廢了 因為他 其實他可能 這五年已經很少用車 所以這個車可能已經放了很久 甚至 就是 就像那天 昨天剛好在聊這個事情 就講說 這通常爸爸都開什麼車 你知道嗎 都拍Camry 舊型的 0203的Camry超多 為什麼 就是那個車就是 對啊 他們賣了他們 那個年代 他們都喜歡買這個車 然後到他們 可能要脫手的時候 他們覺得捨不得 Toyota車其實 你大家都知道 老車很耐用 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講 他們也找不到賣車的理由 他就繼續留 只到在賣我們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超久了 像我們3000的那種Camry 國產Camry第一代的 0203的 那有超多的 像我前幾天有接到一個電話 就是 他聲音聽起來蠻年輕的 他說他有一台那個 海力士要鼓01還02年 那不太用他的車 對 一般來說應該不是他的車 對 其實就不是他的車 他真的放那邊兩年 他說他爸爸的車 那邊放兩年都沒有開 那你怎麼沒跟他買 因為他想賣很高 而且他想賣很高價 沒行情就對了 他說車子都很好開 我說兩年都沒開 你怎麼知道車子很好開 他說車子車況很好 我想說 兩年都沒開 我說你這兩年都沒有開出去過 他說沒有都只有發動 我說那你怎麼知道 他車況到底好不好 突破盲場 他回答不出來 突破盲場 你為什麼要這麼嚴格 你是律師是嗎 對啊你為什麼要這麼嚴格 因為我想說放兩年 應該車子多少都會 就有一些東西壞掉 你不能就去給他看一看 就安他的心就好了嗎 沒有但是落差太大了 落差太大 就是像我也有遇過說 他車都很好開 然後但是他放兩年 然後我說那你車可以 那不然你開 他說車已經不能開了 我說那你怎麼知道 車況的時候 他說因為在不能開之前 車況都蠻好 因為他覺得他放的不會壞 不是 他覺得他放的那時候 他的車停在那個時代 他告訴我的很好 是兩年前還好 那時候很好 對 然後他等到這兩年 他就說 我說那可以開開 不行他已經發動不起來了 對有些是怎樣 我說那你怎麼知道 車況OK 他說因為之前還不能發動的時候 車況都不錯 很好開 都有在保養 那這兩年間就遺忘他了 但是因為就是很少用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算是 大家比較常遇到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生病用車這件事情來看 其實我坦白講我們不是專家 我也沒有辦法去決定說 到底對還是不對 但是就是大家留意就是說 如果像我打鼻子 如果真的身體不舒服 像之前COVID或是發燒 這種狀況其實真的開車是會影響到 你們自己在這種的判斷吧 會吧 你們有生病開車過嗎 我先講 我有個例子 曾經我那時候大學 我騎摩托車 我那時候發高燒 我眼前花的 我開不了車 我騎摩托車 我請了一個無躁的朋友載我 載我去看醫生 對 在我到去看醫生的過程中 我們被警察攔下來 然後咧 他說我同學要生了 兩個都男生 然後警察 因為我同學沒有駕照 但是當時附近就只有他這個同學 可以載我去 南上加南 他很慌 他不知道該怎麼跟警察講話 我發著高燒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警察講話 我就是這樣 昏昏沉沉跟警察說 警察先生我現在發著高燒 我朋友他要載我去 就診 然後警察一開始說好 但是好之餘 還是要幫我們查一下 我們兩個證件 說那你們駕照借我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慌了 朋友就說我沒有駕照 於是我們就被開了一張無照 真的被開了 被開了一張無照 被開了一張無照 因為警察想說這我看多了 這種裝病的我見多了 對啦 能不做割包皮 然後最後呢 我就駕照無照被開了 就被開了 也沒辦法 我就問 我們要離開了 我就問警察說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他說那你要騎 你不用無照 我說我發了高燒 我要怎麼去 他說那你們摩托車 可以放著你坐計程車去 還是他就給你唱一首歌 你是我 捂著你的 你不覺得警察很不進 你沒有暴露 他很不進人情 他超不進人 很誇張 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 我無法釋懷十幾年 你可以這樣 坐在後座有沒有 你這樣伸去 往前伸這樣騎 你朋友坐前面 你朋友坐前面 直走 那真的很浪漫 那真的很變態 那他有嗎 生病開車一定會有 不然我們生病怎麼去看醫生 對啊 但是沒有到這麼嚴重的地步 就頂多有一點 就這種四肢發軟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開車的狀況 兩個眼睛結膜炎 然後開車 眼睛那沒辦法 那個一定無法 你眼睛黏起來 然後再開車 我是右腳骨折 還要開 我覺得自己要有一些自知之明 就是不要逞強 不是啊 救護車可以叫啊 不想造成社會的困擾 我覺得有時候 家裡的這種小朋友 也要關心一下長輩的身體狀況 對啊 就是其實如果你覺得長輩 可能身體不適合 他覺得他不適合開車 其實就要大家關心一下 沒錯啦 就從家裡開始做起事 大家都很固執啊 長輩都還蠻固執的吧 我覺得你可能也要主動 你怎麼可能跟叔叔說 他不能開車 他不會 他可以開車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的一些家裡的那種長輩 他們已經固執到老了 沒有啦 我覺得你主動啦 坦白講 你就是直接出現在家樓下 對 關心一點 我覺得老人家坦白講 當然我的父母還沒有年紀很大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就是父母會怕擔心耽誤了小孩子的工作 或是造成你麻煩 對 那當然他不願意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就是說 他會逞強 那當然他實際的狀況 坦白說 你身為這個子女 就是自己要主動的去這個協助 對不對 那你當然要自己去判斷 那如果他今天都打通電話給你 跟你說他身體不舒服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你說好 那你自己去看醫生 那其實坦白講 他已經暗示你了吧 對 那如果他真的很輕微 他怎麼跟講 他就只好說我看完 就是沒事 所以有時候這個狀態下 我覺得這有時候就是大家自己要去評估 那我自己覺得說 身體不舒服的開車經驗 我想一下 我好像沒有 但我覺得我有在人身體不舒服的開車經驗 你說你乘客身體不舒服 就是你老婆要生的時候 那很緊張 那很緊張 你知道嗎 那幾個晚上都不能喝酒 就是大概那一個月 就是都不能喝酒 為什麼 你可以叫計程車 不行 就是你如果叫計程車的話 你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爸爸 我跟你講 來不及 那時候想不到這件事 知道 我們現在錄幾分 38分 還可以再講 38分的時候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天跟我老婆討論的時候 我們要轉型成為那個 因為宅女小紅的頻道對不對 他都是講那個 罵他老公那個工程師 我老婆是他的忠實聽眾 然後我們就說 不然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站在工程師這一邊的 以後我們就站在爸爸這一邊 嫂操這個主題他沒有跟我討論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以後會不會我們頻道就沒有觀眾 沒有聽眾 沒有我們都是男生聽 老婆都聽 只老公聽 他就趁我 我老婆聽的時候 他也不讓我在旁邊聽 但不然被你聽到 然後不是我意思說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老公 身為那個 這時候如果要當爸爸對不對 那尤其是第一胎 那老婆這時候已經9個月了 通常講那一個月就是下達禁酒 我知道你第一胎的時候是這樣 禁酒令 就是都不能喝酒 然後通常這個事情 就發生很巧妙 都是在 你有可能要喝酒的那一天 會生小孩 所以其實很危險 然後所以其實我們都 會遇到蠻多 就是像我之前 因為第一胎的 家產照會比較多 這樣觀眾會覺得你很愛喝酒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人生就是這麼神奇 就是你平常沒有那麼愛喝 但那一個月都特別多酒期 很奇怪 因為太太懷孕了 不是 沒有 我後來都跟他們說 不要擔心 等生出來以後的月子中心 我們不見不散 因為月子中心老出來 所以你沒有問題 你要喝到翻掉 然後呢 所以呢其實 我就跟 我就跟那個 我就跟我 我那時候就跟 我老婆就在講說 他們都假產照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們都 禁酒令都不能喝酒 產照就是真照的意思 對 就開始有點假性會疼痛 然後就 好好出發 然後你就家裡有 準備一個包包 就是要隨時要帶走 所以就是隨時要出發 然後你就 準備好OK 你就這樣 那會凌晨 要生了嗎 那好像都是晚上或凌晨 好奇怪 就是開始痛 然後所以就會去準備 那我們就會開始載著 老婆 直奔醫院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通常 很容易被退貨 因為那個醫生就會說 你這個 再等 還沒 還早 怎樣 然後就叫你回去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用假信 用一大堆超多理由說 我家住超遠 怎麼樣回去 我現在就要住這裡 然後但是其實就會往往反很多次 有時候就會肯定不痛 然後就回去 然後再回來 然後最後就真的會有一次 真的有一次 會是生的 對 那我可以講一下 我這次是不是提前了兩個禮拜生 對 我那天下班回家 我老婆跟我說我肚子很痛 我說 因為我們 離我們預產期還有兩個禮拜 你有沒有問他說 你有沒有拖地板 沒有 沒有 我就問他 因為我們預產期 因為會流氧水 沒有很多拖地板 不是啦 很多人 那個老婆拖一拖地板 就想生了 拖一拖就生了 或是大便大便就想生了 不能動作太大 對 然後我們就提前了兩個禮拜 這個真的很緊張 我老婆一到 我去洗澡一出來 她就倒握在沙發上面 然後肚子很痛 捂著肚子一直挨挨腳 我就說不行 我們現在馬上去醫院 一路上她 你是在蹦賽喔 她一路上尖叫 尖叫到那個 第二胎也那麼痛 一路上尖叫 我真的嚇到嚇到啥 我們推到急診之後 我直接衝進去 真的像電影一樣 衝進去跟那個護理站講說 我老婆要生了 對 然後那護理站兩個男生衝出來 兩個男護士衝出來 幫我老婆肚子按按按按按 直接上車推到產房 就生了 然後大概過三個小時後 就生了 很緊張欸 那你開的時候開很快嗎 我開超快 我人生沒有開那麼快 可是我覺得 而且我一路闖紅燈 蛤 這假的啦 我一路闖我嚇死了 因為真的太痛了 真的太痛 她一直尖叫 她一直尖叫 我還有大女兒欸 她一直說快出來了 快出來 對阿 要生了 就一直呆呆叫 我好緊張喔 我緊張到我才能哭出來 我一路飆 我兩台 我第二台 我是沒有那麼 那真的 我無法忘懷 但我第二台 我第二台的時候有聽到 有聽到一個 就蠻好笑的 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在那個產房等 然後就 那時候不是就在那邊代產 就是很多間 對 就聽到有一間一直在罵人 罵老公 為什麼 他就很痛 所以整個罵老公 但你剛剛不是說 我們現在要 後面要講一下 老婆的壞話吧 對啊 我們現在就講到壞話 我們現在講只要壞話 現在就是壞話 太壞了吧 你們太壞了 你知道我們都只能講這樣 我們都只能講這麼壞 我們那天就 我想說 我們那天為什麼要一直尖叫 我們那天一張紅燈 紅燈罰單 是我自己繳的 我載他去生小孩 我闖紅燈 我要自己繳罰單 這也好生氣 這壞不壞 孩子跟誰氣 老婆就要講話 他孩子跟誰氣 OK啦 你們這麼壞 我們就只能講到這裏 不好意思 我們的膽子就到這裏 再往下不趕 不是 然後重點是說 他像他就一直罵老公 然後媽媽我們想說 幹太誇張 我跟老婆說太誇張 因為你知道旁邊有一個人 叫的那麼認真的時候 其實你就覺得 你好像沒什麼好痛的 就是有時候被他叫完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想說第幾胎 最後他說他第三胎 第三胎 他罵得跟真的一樣 他就是我恨你 我恨你 你快死 我那麼痛 超好笑 太嚴重了吧 他老公在旁邊不是很尷尬 他老公就默默承受 他回來發文 沒有啦 回來錄Podcast 他一直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大概 大概就是我們在病患 就比較在都 遇到最緊張的狀況了吧 就是在生病的人 應該也只有這樣了 但是我有遇過一個 我一個朋友超屌 就是他姐姐 然後就打電話叫救護車 就是突然要生了 叫救護車應該比較快吧 會不會 更快小孩就到了 在浴缸生出來 救護車不會比較快 在浴缸生出來 等救護車來可能會先生 因為救護車到的時候 他會先叫你在浴缸 沒有他那個真的太快了 他太快了 然後已經抱在手上了 他是走路上救護車 抱著小孩像救護車 超屌 他連著 太狂了吧 他就來這邊幫你撿期待吧 他醫生來了 就是救護車到的時候 小孩已經抱在手上了 OMG 超狂吧 超狂 我覺得超狂 就是電影情節 就真的是這樣 就是救護車已經來很快了 10分鐘到 但等不了10分鐘 就到了 那運氣好事 坦白講 你今天算是開車 你來不及 這沒辦法 這不是標幾個紅綠燈的問題 那真的是嚇死人 這沒辦法 那這嚇瘋了 沒辦法體會 這嚇瘋了 這不要體會到 我覺得男生也會 一輩子陰影 這沒辦法 這嚇都嚇死了 陰影嗎 會硬嗎 不會硬 陰影 你不是陰影做硬 很害怕 沒有啦 但是今天聊到 就是關於生病這個問題 那其實對大家來講 就是說 畢竟台灣現行的法規 是可能有這種 還是有開放 所謂的癲癇的病時 可以領這個駕照 當然大家也是合法來使用 來開車 那大家可能對於自己的健康狀況 應該有一些評估 那當然我們覺得就是說 希望都可以有一個很安全的行車環境 然後跟大家造成就是說 不要這種悲劇的發生 因為畢竟每一個新聞事件 都是一個 背後都是一個破碎的家庭 那這都是令人傷心的一個故事 所以其實應該說 希望大家就說 注意自己的生理健康 其實坦白講 不管一件事討論到酒駕 老年人 或者是所謂的癲癇病時 其實不外乎就是一件事 就是自己去評估自己的健康狀況 然後去決定自己要不要用車 那當然 坦白講台灣 在台灣的 人家網路上常有一句話 就是說 在台灣來看 好像台灣很大 美國很小 就說好像台灣到底多不方便 其實台灣也沒有想像中中不方便 所以我們在桃園 那說真的 這個交通的狀況 跟整個社會的 就是說跟整個市容來看 其實台灣並不是那麼不方便的地方 怎麼樣很多地方還是有公車 有一些大陸交通工具 甚至叫計程車都叫的到 那想想看 德州電區殺人狂 那很多地方是沒有 是沙漠的 這有點北部思維 如果你今天在彰化 那不是這樣 你計程車還是叫的到 難 有些地方計程車是叫不到 你知道觀音叫不到計程車嗎 叫不到 哪有 觀音叫不到計程車 他們很多車行 觀音還來留言 觀音超多計程車 沒有啦 超過工業區 阿宏小心 那個觀音的計程車 全部塞在人家門口 在抗議 全部在人家門口 關音在哪裡 現在觀音房間很貴 沒有 他無法回嘴了 算了 對啦 但是其實這個還是要大家留意 就是說 身體的狀況 就是說真的不行 或說我們在使用大陸交通工具 甚至做計程車 其實無心中都是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好不好 那今天的這個學歷學到這邊 跟大家聊聊關於這些的話題 那希望今天的這一集 對大家都有一些想法 或是說對大家來說 是一個有趣的一集 那今天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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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見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